女孩被同事欺负 没想到他爸正是董事长 这剩下最后一份了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这一份好几十块钱呢 女孩知道这是同事故意的 这并不是他打碎的 可面对同事的污蔑 女孩也不是好欺负的 直接对着同事下命令 捡起来 你还要不要 捡起来 我还是就不捡了 你拿我怎么着 其他同事也都在看着 女孩不想和这个烂同事 过多的纠缠 可这样的烂人掰扯 又是女孩的风度 于是他只能自己捡起来 有的男同事看不下去了 主动帮着女孩一起见 女孩没想到 他只是到这个公司来实习 刚到职场就遭受同事 这么大的恶意 女孩在走之前 恶狠狠的瞪了同事一眼 你看着我干嘛呀 你想打人啊 打人肯定是不会打人 但这个仇女孩以后一定会爆 但尽管如此 女孩还是委屈的躲到门后 伤心起来 因为这已经不是 她第一次被同事针对了 刚进公司的时候 大家对她就特别的不友好 因为女孩大学一毕业 就直接进入公司 最顶先的研发部门 要进这个部门 需要做出很多科研成果 才进得了 而这些同事 也都是挤过头才进来的 但女孩大学一毕业 不费吹灰之力就进来了 其他同事自然心理不平衡 于是就处处故意针对女孩 有一次一个女同事 请大伙吃外卖 女同事让大家点后 也很客气的拿着手机 让女孩也点一份 女孩不好拒绝 于是就点了一份 这样的事情也很正常 然而当外卖送到后 所有人都找到了 自己点的那份外卖 可女孩去找时 就是找不到她的那一份 诶 该不会是店家漏送了吧 可女孩看着店家的配送单 这个单子上没有我点 怎么会呢 是不是你自己没眼上啊 我确认放入购物车 同事们也顿时明白过来 这是同事故意针对女孩的 女同事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如果错过了午餐的时间 等一下要开一下午的会 这样就只能饿着肚子挺着 而女孩也看出了 女同事的恶意 只能忍气吞声的走开 然而女同事并没有就此罢休 反而继续在这说女孩的八卦 这女孩是被国外的实验室 开除才回国的 还是最严重的那一种 人家实验室都发布公告了呀 学术不端 其他同事也是一脸震惊 因为一个科研人员 被以学术不端的理由开除 那就意味着 这个人的学术什么呀 就到此结束了 但同事们才想 女孩被开除回国后 就能进实验室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全色交易 要不然这么一个品行 都有问题的人 怎么可能进得了我们公司 然而同事们说的这一切 都被折返回来的女孩听到了 女孩听到同事这样议论自己 她肯定是忍受不了 于是直接出现在同事们面前 女孩的霸气出场 硬刚的气势 让吃瓜的同事各个迅速散开 可尽管这样 同事们还是不愿意就此打住 反而变本加厉的针对女孩 这天老板助理来到谈卫部门 通知下午要开重要会议 女同事接到通知后 每个同事都通知了 就是不通知女孩 结果其他人都是开会了 女孩还傻傻的 一直坐在办公室里 不议上老板等不起女孩了 询问其原因 但却被同事插了一刀 我都通知过他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都让我看你一刀 于是老板直接开会 然而女孩看着空了 一下午的办公室 他这才反应过来 应该是去开会了 但等他赶到时 会议已经结束 他找到老板想解释清楚 画到嘴边 回忆起以前领导的话 女孩立马打消了解释的念头 在古代男儿 女孩也只能往心里面验 毕竟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 先回看这点时间 然而女孩在实习期间 被欺负的事情 还是被谈到董事长的父亲知道了 于是父亲亲自来到女儿的公司 准备给女儿出出气 公司接待一口 一个老总的招待着 此时女孩还在正常办公 走着走着就看到了父亲 爸 还知道我是你爸啊 女孩公司的总经理 看到女孩爸爸 后连忙上来热情打招呼 就连公司总裁也来了 黄总 对对 好久了 公司总裁们对女孩爸爸 很是客气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人可是市里面 有名的企业家 实力比他们公司还要雄厚 但他们不明白的是 这么大的企业家 今天怎么会来自己公司 来谈个事 先别 黄总 这是我爸 哦 我女儿啊 同事们也顿时傻眼了 他们一直欺负的女孩 竟然是著名企业家的女孩 但是这些个同事 还一眼瞧不起的样子 不就是个爆发户吗 有什么了不起 可这不是嫉妒是什么 实际上女孩就是个白富美 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 接待市里 女孩的各位领导对他爸爸也是客客气气的 毕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能也能看见自己的女儿被泼脏水 被污蔑 领导看到董事长附近出马也相信女孩是被冤枉的 为了给女儿打好关系 附近请女孩所有的同事和领导示范 替你搞关系 要不然免得后面又有人捅你 半周上父亲用他老道的社交手段为女儿逐一搞好关系 家宁呢 他很早就出国了 他对这个 咱们国内的很多人情事故他都不懂 天真 善良 有什么这个做不到位的地方呢 请各位多多报案 父亲的处事果然是老道 与其报复女儿的同事还不如话题为用 只要亮出实力后又是以友好的一面 相信以后没有人会自讨没趣的再找女儿麻烦 如果要报复那些同事 那其实也弄不了 开除他们也不至于 毕竟这些同事还是女儿上级的得理员工 自然也就惩罚不了 惩罚了反而是以后在这时不时还要被算计 看来看去 父亲还是选择了这个方案给女儿铺路 你们觉得这样好吗